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的神仙可以分成两个概念 神即是大道之气所化的先天自然之神 而仙是指由人修行而成的神明 所谓道无忠耻 教有后仙 在历史上不同的朝代都有人修行得道 最终功行果满 得以位列仙班 他们在世时开宗立派 广传道法的义理 对道教发展来说同样重要 所以在为整个国土祈求福佑的 罗天大召召而中 也会启请历代各派祖师 他们包含我们熟悉的四大天师 天师道的张天师 张道灵 灵宝派的太极左先公 葛元 正明道的许真君 许信 西河派的杀天师 杀守坚 以及全真的五祖七真 东华帝君 正阳帝君 顺阳帝君 海蟬帝君 重阳帝君 丹阳真君 长珍真君 长生真君 长春真君 玉阳真君 广陵真君 清静元君等等 除了各宗派祖师外 罗天大召中也会请来地方庙宇的神明道灵坛 以香港举行的罗天大召为例 就会请来黄大先师 天后元君 车公元帅 谭公真人等神明 位于黄大先的黄大先祠 大家都很熟悉 他们供奉的主神就是黄大先师 黄大先原本是晋代浙江金华人 少年的时候 入山牧羊时 得道是指引 到赤松山金华洞修行 字号赤松子 南宋的时候 获朝廷尊号为 仰素静静真人 直到十九世纪清末的时期 黄大先师 在广东潘于大领村显形 由于灵跡显著 黄大先信仰 迅速传至今日的广州佛山一带 再辰转传入香港 后来他的信众 在1921年 在九龙足园 创立了息息园黄大先祠 黄大先信仰 在香港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连黄大先祠所在的地区 都以黄大先来命名 而每年大年初一 去上头炷香 更是不少市民大众的习惯 另一间 在农历新年时候 香火特别鼎盛的庙宇 就是车工庙 庙内所供奉的主神 就是车工元帅 他原本是南宋时期的将领 他随着皇帝 逃难至香港的时候 不幸病逝 居民感念这位将军生前的忠贞英勇 而立词奉治 车工元帅守护一方 据古路相传 西贡的豪冲和沙田九月的居民 都曾经请得元帅显应 驱除地方上流行的疫病 时至今日 已位于沙田匿原的车工庙 最为人所熟悉 而农历新年期间 不少市民都会到这间庙参神 以及转风车 祈求一年顺境 民间信仰和地理 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 香港地处岭南地区的沿岸 以前很多居民都是以馀业为生 所以天后信仰在香港非常流行 天后元君原本是南宋市福建蒲田人 姓林、韦明、默良 元君在少年的时候 获得二人传授法术 修成后经常化身出海 拯救遇难的渔民和商人 他得到成仙后 被沿海居民奉为海上的保护神 历代获朝廷尊号为天妃天后 香港天后庙数量更多 在中国著名的有西贡佛堂门大湾的天后古庙 沙基湾天后古庙 香港仔天后古庙 游麻地天后庙等等 其实除了渔民之外 值得一提的就是 依赖船者温送石材的打石叶 都有信奉天后的传统 香港开埠初期 其实都有不少维州人 远道来到香港从事打石的工作 开彩麻石始终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当时来自惠州的打石工人 也请来了家乡的神明 谭公公奉 最著名的庙宇 就有沙基湾的谭公庙 据传谭公是圆没时人 在孩童的时候就已经精通道法 能够呼风唤雨寒龙伏蛇 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在九龙峰得到成仙 也因此 谭公圣像多数都是小朋友的造型 《罗天大照》 将会在2017年11月再次在香港举行 坛场中都会供奉有以上提到一系列的神明 大家不妨去到坛场上香祈福 为香港以及整个世界祈求福佑 希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